大家都知道,在近些年里,我们国家为了让每个城市更好的发展,就建立了很多工厂,导致很多城市的环境就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,人们的身体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在外出的时候必须要佩戴口罩,这样很多人感到特别苦恼,想要找一个适合定居的城市。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,你知道辽宁地区未来最适合定居的城市吗?安山和银口都落选了,这里有你的家乡吗? 根据了解,这个城市就是锦州,很多小伙伴在刚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感到特别不解,觉得它名气很小,存在感很低,经济肯定特别弱,环境肯定特别差。 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,那就大错特错了,锦州的经济实力很强悍,在近些年的发展很快,是辽宁的第二大城市。 锦州的风景很漂亮,空气很清新,拥有着很多旅游资源,名胜古迹,不计其数,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游玩。 除了这些之外,锦州还拥有着很好的位置,正好在辽西走廊的东部,交通很发达,很多火车线路都从境内穿过,拥有着两座属于自己的机场,是华东东北两大区域的交通枢纽。 锦州对环境卫生方面有着很严格的要求,走进锦州人们就会发现,他们的街道上面没有任何垃圾,道路两旁全是鲜花绿树。 在很早之前就获得了我们国家人居环境范例奖城市,我们国家对当地非常重视,一直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进行调整。 所以很多网友都觉得,锦州是辽宁未来最适合定居的城市。 亲爱的小伙伴们,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?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